所以讲六大轮回 没人去的地方不一样 什么人决定你到什么地方 给主说没有人决定 这个时候 不是天神给你决定 也不是阎罗王给你决定 是你自己的念头 佛法里的说得好 最后你的一念是什么 如果最后那个念头是贪心 不管你想这是财产 或者是家庆眷属 你最后这个一念想这是贪 贪心度魔鬼道 如果最后这一念是惩恨 有埋怨怨气 心里不平 那就到地狱道 最后一念是糊涂 欲吃 虽然没有什么妄念的 迷迷糊糊的 多半的出神道 你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最后这一念是真主 他到天元去了 就最后一念 这也是受命终了的时候 来生到哪里去 是最后一念 那个是关键 你明白这个道理 老天很公平 没有厚词不笔 完全是中国古人讲的话 自作自首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了 那么从现在就要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这个念头 时时刻刻 都有阿弥陀佛的念头 灾难来不来不来没关系 来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来的时候继续念佛 这就对了 完全对了 自己的前途 主宰在自己的意念 我们有理由相信 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如实说 那些大圣大贤不欺骗人